黑人 陳建舟和范范范尾妻 在2015年迎來雙胞胎兒子菲菲想像 15日是兩個可愛兒子死碎生日 沒想到菲菲竟哭上著臉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兒子生日這天 黑人和范范送上超大胎玩具怪手 兄弟倆開心拆開禮物後玩得不亦樂乎 但就在菲菲試著要用玩具移動石頭時 黑人調皮用手輕輕晃了晃車 只用身子吊著的玩具石頭劇烈搖晃 菲菲馬上哭喊著臉大喊要爸爸不行晃 這背後原因不是因為自己想獨享玩具 而是怕晃動的玩具會打到別人 貼心舉動一曝光 菲菲也遭網友大讚是很有愛的小孩 根本暖男一個 菲菲娛樂整理報導